台北市有一名骑士不满前方的小黄急煞 害他差点撞上 当着警察的面前大声暴怒飙骂 还会有安全帽做事要砸车 那么另外在新北市则有计程车大回转 跟骑士发生纠纷 这名骑士很不高兴沿路紧跟狂追了三公里 甚至跑到小黄旁边大声呛吓 还试图打开车门 但是活气这么大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一路的违规行为被开了13张罚单 一共挨罚了20万元 骑士气扑扑怒甩安全帽标骂 要攻击隔壁这辆小黄 大哥警察就在旁边 但他活气一来顾不了那么多 回到几秒钟前 原来小黄遇到红灯紧急刹车 让这名骑士陷阶就要撞得上去 骑士这才暴怒畅辖 事发就在台北市梁州街口 网友看了纷纷留言 说有警察骑士还敢那么嚣张 平常的行为会不会更扯 类似场景也出现在新北市炉州 原来小黄大回转 害得骑士差点撞得上去 他理之线断裂冲上去呛杀 还大胆直接打开车门 问讲部理会向前冲 骑士蛇行追上冤家路窄 停红灯时双方再度碰面爆发 第二次冲突 又想试图打开车门 但没想到一旁停等红灯的骑士 帮忙录影要检举 无辜被抢 骑士沿路紧追小黄三公里 从炉州一路骑到三重 随便减速海危险驾驶等 被警方开了13张罚单 总共被开罚20万元 立即调位监视器厘清案情 并通知计程车及机车骑士 报案说明 骑车上路在路上欧北骑 下场就是吞下巨额罚单 记者马上来周中林综合报导